女郎共龙马奔腾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 世纪佳缘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大高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可以跟另外一半一起做家务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做家务蛮枯燥的 还有最重要一点我觉得是 可以让另外一半感觉到 家庭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在支撑 不管是家里还是家外 他都有另外一半在支持他 11号 男嘉宾 你好 那假如说我不喜欢做家务 你会强求我做家务吗 我觉得在特殊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可以不用的 就我会多分担一点 但我觉得这是个希望 12号 你好男嘉宾 我很赞同你一起做家务的这个想法 但是我会选择性地做家务 比如说我会选择洗衣服 然后做饭洗碗什么的 让你做你会愿意吗 非常愿意 因为我觉得男女可能有一些倾向性 而我是一个比较开放的 就是如果女性想更倾向做内方面 我就会可以做她不喜欢做的那一类的家务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姿态 比如说可能我不爱做饭 或者做饭难吃 那你就说我喜欢收拾屋子 人家说我讨厌收拾屋子 那我爱洗衣服 你总得有一样显示出我们配合 有一种姿态特别不好 我什么事都不想做 都你做行吗 你可以真的是这么想 但是说出来呢 就显得那么不友好 对不对 3号 你好男嘉宾 就是一起做家务会出现一个小分歧 就是每一个人他的那个 就是收拾的习惯不一样 像我就是有整理屁 就是我接受不了起床以后床铺是乱的 那像这种就是小毛病 就是小癖好的话 你能接受吗 我非常能接受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细节 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小洁癖 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白色衬衫 就应该先放这一边 然后再蓝色 对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强迫 一定要对方按照我的思路来去做 我会更迁就女生 享受这个过程大家都一起为家服务的 对的 好 谢谢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恋爱不到一年就结婚 高静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他现在是32岁是吧 那您的这个期待结婚的年龄是 因为我刚好是32岁 然后我觉得两到三年 刚好我是35岁左右 这个时间应该是蛮合适的 你的时间你是怎么期望的呢 我啊 我一般我的想法跟男嘉宾差不多 谈一到两年 如果男嘉宾35岁要结婚的话 那现在留给他的时间也不多了 我觉得感情也是一种感性的东西 就是不能说为了赶时间而去很充满地去选择一个 那比方说你32岁 你谈了一个人两年到34岁 万一在磨合过程当中发现不是很好 那你35岁不一定能结得到 我就要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否是 你觉得他原则性是很大的问题 那会不会因为35岁要结婚就会放低标准呢 不会 很典型的理性人 对 所以他较小概率会出现 黄老师刚才担心的情况 就是谈了两年之后 突然发现有原则性问题 因为他一定会及早止损 所以其实高静跟他的 在性格上的契恶度还蛮高的 因为他这种纯理性冷静的状态 需要一个火焰在生活当中 去带来一些不确定性 他你看一米八不瘦 符合高静以及高静妈妈的这个 我觉得他挺瘦的 一米八是有了 那要看高静觉得瘦不瘦了 对 我觉得真的男嘉宾身材很不错 谢谢 谢谢 真的还带着那种很欣慰的感觉 对 我一直在等18号举手 飞哥好 大家好 我叫高静 我是内蒙古人 现在在南京 场上同时出现两个高静 是的 这个 这要怎么区分呢 接下来 对 我在想这个问题呢 你建议我们怎么区分两个高静 大高静和小高静 你是先来的 叫大高静 大高静 你是后来的 叫小高静 这个没有毛病吧 我不管年纪 你先来后到我有顺序 好 来看第一条片 今天早上的麦克多士有保质期 中午饮的酸奶有保质期 其实企业都有保质期 我的任务就是帮助各位CEO的企业 完全保质期 我叫张展虹 现在是上海一家管理咨询公司的CEO 公司的客户都是CEO 从小我出生在广州 五岁跟随父母去了挪威生活 在挪威科技大学念完 我决定回国 2011年在湖南大学 攻读经济学研究生 之后也做过CFO 2019年我决定创业 成立了现在的公司 我的任务就是带大家 把公司做大做强 做大做强 工作的原因 我有四个微型号 一万多个好友 可能叫Jack的就有十个 这里面有两个工作号 一个生活号 还有一个家庭号 家庭号里 我只加了十几个家人 因为在我眼里 家人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球类运动 占据了我生活的另一部分 网球 足球 滑雪 我都非常喜欢 保持运动才能让自己 精力更充沛 别看我是CEO 朋友们都说 我在恋爱中 是个大傻子 我也知道 我是一个恋爱脑的人 所以他们都会给我 指点迷津 说你 不是我说你 你谈恋爱中 保持着神秘感 学会投机守号 学会运行孤众 但我觉得这样的话 他怎么聊久的全部呢 而且谈个恋爱 干嘛那么多策略 那难道以后女孩子去什么城市 你也跟着去吗 我觉得有她的地方才有生活 该不会说你以后赚多少钱 也要告诉他们吧 我觉得我他们的全都给他管 所以你有时候跟女孩子讲话 还是得包装包装一下 不然以后受伤只是你自己 但是我不是很会说谎 公司你可以做大做长 但是谈朋友 你还是动动脑子 再次遇到爱情 我还是会选择认真地投入和付出的 冯昆阳 男嘉宾 你好 我也是一个特别特别恋爱脑的人 就我是那种 比如说和朋友吃着吃着饭 我会突然间说一句 我男朋友好帅 我好喜欢他 然后去买包 本来是想给自己买东西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很适合他的包 我就马上会说 他带这个一定会超帅 然后我就给他买完之后 我就没有钱了 就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他说我现在想见你 我可能哪怕我在工作 我会立刻出去 我说我有事 我要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就其实我也自己分析过 这种事情的成因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 特别特别难心动的人 我知道喜欢一个人很难得 所以好不容易遇到了那个人 我就想把我全部的爱都给他 我深有同感 例如说如果我女朋友 去出差一个月 我可能会调整自己的行程 有三周 我可能都会飞到那个地方去陪他 但是我会基于尽量 不影响我的工作前提下 就有些东西可能就远程工作 然后尽量还会跟朋友炫耀 这个是我女朋友 这个是我女朋友 你刚才说的那个事呢 我一直在想 你描述的那个场景 这是一种特别甜的爱情 很好 但是我略略地有些担心在于什么呢 因为你特别难心动 于是你就等啊等啊等啊等 一旦你确定了 这个就是我爱的 你就像火山喷发一样地去爱他 你这样火山喷发似的 不计后果的 一旦这个爱情没有如你期望的 那么的甜蜜 你会不会突然一下又感觉到一次 特别受伤 就是你要不要在这个问题上 你好好想想我这个话 把你那个火山喷发的这个力度啊 稍微地让他渐进式的升温 是不是让自己显得更安全一点 在你说恋爱脑的过程中 和那个男生说恋爱脑的过程中 我发现是有差异的 因为你会说我会不买我自己想要的 但是我要给他买 这个里面带着一种牺牲 就是我可以不要我的需要 我可以没有自我 但是我要为了他 但是这个男生说他恋爱脑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说他抽时间去陪女生的时候 他尽量不影响工作 所以他没有完全牺牲他自己 他只是做一些合理的调整 使得能够在两个人之间获得平衡 所谓的那种恋爱脑 那不叫恋爱脑 叫甜蜜 但是前提是我依然拥有我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两者是有差别的 男嘉宾 你好 我肯定不是恋爱脑的 就是我不会就是天天去黏着你 你都不一定能想到他 不一定能想到 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女生这种性格吗 我觉得只要能感受到她的爱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11号 男嘉宾 你好 我也是恋爱脑 所以说我非常支持 就是恋爱脑 两人在一起才更加快乐 然后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你说你四个微信号 一万多个人 那女生多吗 我其实我的微信号是 有两个是工作相关的 那么里面肯定有男生女生都有 但是我是非常的那种保持距离感的 就是点到极致 那非常好了我感觉 因为你会减少对疫情的距离 非常棒 13号 男嘉宾你好 我还是觉得对这四个微信号比较感兴趣 有 你说两个是工作的 两个是生活的 聊得过来吗 我纠正一下 我一个生活号 一个家庭号 家庭号也就是几个 我的最好的亲人 家庭号 就是你和你的家人 有一个单独的微信号是吗 这样的话它会提醒我会比较快 因为我会设置它有声音 因为我还是比较看重家里的一些信息 那冒败地问一下 另一个号人多吗 三千多 那也不少 那所以证明你平时 除了两个工作以外 还能聊得了这个三千的号 其实我是反过来的 其实我还蛮少 经常要跟朋友续放 反而是我可能会利用一些比如说跑步 或者说去打羽毛球 这种比较健康一点的活动 来去跟很多朋友续久这样子 我觉得他是一个边界很清楚的人 很清楚 他比较聪明就是说四个号 然后他同时管理 他设置不同的提示音 所以如果家人群发过来一个 他就会听到家人找我了 这样就 如果你分组的话 你家人和朋友给你发的 其实你是分不开来的 所以他就是靠设置这个提示音 看下一条 从大一的时候我就有计划结婚 我第一任的性格可能会比较任性一点 比较刁蛮一点 整体感觉他还是对我蛮好的 海淘的时候 最后也会留手 买一个护手伤给我 他有个朋友会告诉他 男生就应该全听你的 应该给你做饭 把钱都给你管 他后来就也不管我的感受了 我觉得女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有自己的判断 有些事情不是全听朋友的 我就不会全听 分手之后我想换一个城市 就来到了上海工作 参加活动的时候 我认识了我的第二个女朋友 我跟她相处得很好 性格也合得来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那一年春节 我跟她回了她老家衡阳 把行李放下后 我就跟她出去买礼品 送给她爸妈了 但我回来这时候发现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她爸妈打开了我的行李箱和电脑 我有点不能理解 吃饭的时候 她妈说 我女儿在家这边 又不是找不到有车友房的人 跟你去外地生活 肯定的有个保障 男生买车买房 我觉得是应该的 但是她妈妈希望婚前 我在上海买一套房 写她女儿的名字 送给她女儿 刚毕业两年 我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我也没有答应 她比较听爸妈的 但有些事情 也不是全听爸妈的 我给不了女生想要的 就分手了 其实只要我认定的人 所有的钱都乐意给她花 一直宠着她 但同时也希望女孩子 也可以有自己独立思考事情的能力 不管我处在什么样的奋斗阶段 美好的爱情和温馨的家庭 一直都是我追求的 一到那个女生家里边去 出门买了个东西 回来发现箱子被她们打开了 对 什么原因呢 我的前任她说 他们家里来了一个师傅安装宽带 那么他们就在我 没有同意的情况下 打开了我的心理箱 和里面的电脑 刚好我的电脑又没有设置密码 因为也是方便我的前任使用 他们怎么知道 你这电脑没有设密码呢 打开就知道了 对 这个也是震惊了我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跟她表达了 这个事情我不能接受 以后也不能再出现 但是我没有单独去找她的父母去收 因为我还是蛮尊重长辈的 是那个她的那个妈妈 要你在上海买套房子 写她女儿的名字 就这个是吧 是的 你当时是因为经济能力 不足以在上海买套房子 还是你不能接受这个方式 我觉得两者都有 在我的认知里边 两个人要结婚了 买一套房 把夫妻两个名字都写上去 就是我们结婚的共同的家 非常合理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 她说的这个 直写女方的名字 难得不能写上去 这个就显得有那么一点 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 你有听到过这样的故事吗 很多 就是会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但是这种要求 一般男方可以主动提 但是女方如果主动要求 带来的 其实跟她之前翻箱子的事情 背后的深层动机 是一脉相承 就是边界感 非常的缺失 而边界感缺失很多时候 是自私的一个外衣 但是我觉得男嘉宾 她的状态和她的应对 都非常的有条理 她跟女孩说 没有跟女孩家人说 当女孩的妈妈向男方提出买套房 只能写她女儿的名字 这种要求 你当然你有权利这么提 但是你一定要想一个问题 是当你提了之后 那个男生在他的脑子里 也会对你有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一定会涉及到你女儿 但是孟老师 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 不是那个妈妈 是那个女儿的态度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女生 能够自觉 主动地去承担自己的人生 父母的话只是一个建议 其实我也非常赞同 我觉得男方也一样的 例如说男生 如果他的父母一些生活习惯 影响到他下一辈的一个家庭的生活 我觉得哪一方都应该站出来 为这个事情 为自己父母去承担这个 有没有发现很少见的 两条片子完了 聊了这么长时间 24盏灯 一盏都没有命 很少出现 这么优秀 你家宾是挺优秀的 是很优秀 他们都找不到一个流面 最后一个问题 15号 我来自广东广州 我很想听男嘉宾讲一句业语 你想听我说什么 说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不是我喜欢你吗 我喜欢你吗 我喜欢你 发生了什么事 我感觉这个灭灯就是在一瞬间被点燃的 两句表白 这是一个坑 对 他还让他换成了我终于你 两句十九盏灯 我的天哪 15号之前说得很清晰 他说他爸爸妈妈就想要找粤语区的人 对 然后他这个时候 那些姐妹们呢 可能对这个男生不是很有兴趣的时候说 那就留给更有兴趣的人 来 现在是五盏灯 来 上去灭掉三盏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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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俊仿佛牵手成功的状态 17号 张展宏 张展宏的智推女生 也已经在台上了 10号选腾顺 腾顺相处六年程 为你揭晓智推女生 就是17号 张聪 男士气质儒雅文质彬彬 乐于助人 做事情认真 有责任感 非常有原则 性格随和 能够听尽别人的建议 对人对时 都有很强的责任心 和上线性 同时还有明确的底线和原则 男生符合女生想要的传统 且有仪式感的感情 相处当中 男士喜欢女生有主见 女生需要多听取男士的建议 有助于关系更好的发展 有助于关系更好的发展 有共两位参与 24个女生 你选的心动 就是我们的系统推向了 这种概率的事不多 主客观统一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李一 利 简单生活 现在的我 小小爱好 你选一个 简单生活 休息的时候 会约朋友一起逛街唱歌 或者在家打扫卫生 这确实简单 高静 一起养生吧 有气质的向日葵 认真工作 快乐生活 我选三 我叫高静 是一名品牌策划师 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我喜欢在赛道上 自由驰骋的感觉 速度 汗水 让我时刻保持活力 也喜欢各地旅游 去体验不同的人文风情 和生活方式 在公司里 我是对项目结果 负责的社会人 在生活里 我仍然希望 自己是被人照顾的小朋友 希望遇到一个 能懂我奇奇怪怪的人 快来提给我吧 藏葱 三把 择偶标准 喜欢瘦高 善良 脾气好的男生 最好能心胸宽广 懂得包容和爱护 家人讨厌脾气差 花心扣门 不爱干净 总是斤斤计较害 大男子主义的男生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三个女生 我想问如果家里的钱 交给你管理 你会怎么办 来 我觉得我不太会管钱 然后我就是很爱花钱 如果是我的话 我还是会交给男方管吧 对 我的话 我也是不太会管钱的那种人 然后可能会有一个账户 然后我们两个人都知道密码 然后可以随时我可以去看 然后你也能够知道 我是不是有花钱 我希望是两个人共同的 对 家里的钱不能交给我 这个家里的钱交给我 可能不太安全 我自己都控制不住我自己 你还要我控制你的钱 这款的钱这么难 男嘉宾就想让人管 都不愿意管 我很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诉求 你也是个企业家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主要是想看 女方对金钱的关联理理财 是否有规划 对家庭的一个规划 因为财富也是一个长久 家庭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其实女方不管钱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因为我对理财方面 自己本身也是蛮有心得的 来 如果选择中间那位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你 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 告诉我们你的决定 我还是坚持我的心动 我还是坚持我的心动 两个女生请回 最后一点时间争取一下 我想说 刚才看到您的一个择偶要求 我发现我是基本上完美匹配 而且好像心动和制推是同一个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缘分 而且我还会蛮相信一些制推的 因为我相信在人相处之间 这个性格 会对生活其实带来蛮多的一些和谐 或者说快乐 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选择 就是非常感谢男嘉宾选择我 但是 我就是觉得我们差距有点大 我其实是有点自卑的女孩子 我就是很羡慕那种可能智商很高的女孩子吧 因为我从小都是文艺方面 就是可能比较突出的那种人 所以就是刚刚也是看各种VCR 觉得男生也有国外的一些经历 而我的话从小都是比较传统的 所以我怕我们之后相处会不会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话聊你觉得 首先希望你千万不要觉得没有自信 其实我自己是个没有很自信的人 而且每个人有他的一个亮点 我从来不喜欢去用一些标签 来去标一些不同的人 就是没有任何高低之分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亮点 我觉得就有很多 你的一些亮点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 而且您说到家庭非常传统 其实我家人也是非常传统 我非常欣赏传统价值观的家庭 但是我其实心里面一直有这样一个疙瘩 我觉得男孩子的家里面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都会去介意女孩子的家庭 您的家庭会这样吗 很巧合我家庭是完全无所谓的 我父母其实刚才也说过 我父母是觉得只要我喜欢 我自己过得好 就是家庭生活开心 他们就会很开心 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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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聊得差不多了 yes or no 给他一个答案 我其实心里面一直有这样一个疙瘩 好不错 我觉得男孩子的家里面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都会去介意女孩子的家庭 您的家庭会这样吗 很巧合我家庭是完全无所谓的 我父母其实刚才也说过 我父母是觉得只要我喜欢 我自己过得好 就是家庭生活开心 他们就会很开心 好不错 好不错 我觉得聊得差不多了 yes or no 给他一个答案 其实刚刚灭灯我也是觉得 自己有点配不上男生的感觉 所以灭掉了 然后很感谢男生选我 所以我想给你一个 一个机会 哇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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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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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由港重生蛋糕提供的 浪漫海岛之旅 港重生蛋糕 我们是挺身的 港重生蛋糕 保持不上乎 好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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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呀